我1979年最初选择公司 我四次选择公司 我之前选择公司 我喜欢这个城市 我从第一次来到Bernaby 我曾经成为一个城市 接下来的几年 会很难的时间 非常重要 要相信你的领导 当人们回到我的记录 我希望他们说 他帮助这个社区 大家好,我是本大比市民学会 BC市议员候选人 王白靖, James Wong 在市长科瑞根和BC领导下 Bernaby成为加拿大最佳管理城市 第一名 Bernaby is also a green champion in Canada BCA has built safe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and kept improving quality life and business prosperity Bernaby is a leading district in BC We'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all students with a wide range of innovative high quality programs to ensure that everyone succeeds 10月20日,请投票支持 市长科瑞根和所有BC市议员 学务员的候选人 离10月22号的安省市政选举 正式投票日只有一个多星期了 选战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 为了给华裔候选人提供一个了解 他们的平台 加拿大华人参政同盟 和多伦多华裔媒体工作者协会 日前举行了华裔候选人媒体见面会 有18位万锦士和多伦多市的候选人出席 他们简单介绍了各自的参选背景和政纲 我们中国人都是在背后在做很多努力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有影响力 我们希望我们的都市的方向 是代表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愿望 我们需要争取到一个位置 争取到一个机会 教育局它要出什么样的大纲 出什么样的考试题目 我们完全没有什么概念 所以我们认为华人家长在这个社区 在这个教育体制下是一个弱势群体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能够有人 有一个热心的家长能够进入这个体制 这次选举全安省共有80多位来自中港台 以及本地生长的华人参选 大多数是首次参选 而上届华裔议员基本上全部争取年任 创纪录的华裔候选人数 显示华人参政意识的极大提高 同时也使得华裔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加剧 那么最终本届的选举华人成功当选的总数 是否会增加 我们将拭目以待 凤凰卫视记者腾东勤 中文都报道